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初不知道耗费多少精力才雷起的城墙 现在已经被当兵无疑了 只剩下城门洞内的瓮城还没有拆除 去过平遥的朋友们或许能理解瓮城的含义 瓮城顾名思义就是好像瓮一样格局的城墙 这是近中各县城城墙与北京西安等地城墙的区别之处 由城门洞进入后并不能立刻进入城中 而要在这瓮中转一个弯才可进入城内 所以城墙的南门在外面的门却是朝东开的 这是我们山西古老的祖先一点点脚快智慧 相比起简单的城墙而言 安全性更高 即使敌人由城门攻入 还有另外一道城门围防 同时敌人身处瓮中 正所谓瓮中捉王八 跑不了 上千年来 瓮城已经不知吞没了多少生命 有多少人的鲜血曾经湿润过这片土地 因为瓮城是整个城市最后一道防线 所以当初在建造的时候 不仅打了身后的地基 而且砖与砖之间的沙浆 全部添加了糯米汤和鸡蛋清 铸造得如同铁桶一般 整整一个上午过去了 也只把城头上的一点浮砖拆下来 看到这种情况 王铁根不仅皱了皱眉头 但他立刻想到了办法 矿工出身的他转身命令身边的人 去到指挥部去搞一点炸药来 王铁根绕瓮城转了一圈 在他挑选的地方画上白圈 王铁根亲自上阵挥锤 另一个人拔住签子 开始砸泡盐 其余人也纷纷组合 开始在画圈的地方造眼 等到炸药运过来的时候 泡盐已经全部造好了 王铁根满意地查看了一遍 把手一挥说 吃饭 吃完饭 咱就把这四九全给他削平了 他却不知道 这是他在世上吃的最后一顿饭 吃过中午饭 王铁根带领人马又冲到工地上 他仔仔细细地 在每一个炮盐中 填炸药 塞雷管 连引线 等到一切就绪以后 他和工人全部后撤到安全距离之外 找好掩体 然后引爆了雷管 隆隆地爆炸声后 烟雾弥漫 空气中满是呛人的尘埃 王铁根从掩体后探出头来 原来孤独但雄伟的瓮城已经被炸得支离破碎 不时还有一块块墙体坍塌下来 王铁根激动地喊道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 下定决心 不怕牺牲 排除万难 争取胜利 同志们 加油干啊 人群发出一声哄响 像杂乱的羊群一样就冲上了工地 张勇望的主要工作就是清理瓮城中央 他把完整的青砖落在一边 把已经破碎的砖块全部堆放在另一边 等待搬运工把它们运走 他用手中的铁锹使劲铲着地面上的垃圾 突然被地面上一块凸起的石头绷了铁锹刃 震得他双手一阵发麻 三十岁的汉子正是血气方刚的时候 恼火之下 他抢过别人的绝头 三两下就刨开了那块石头 嘴里喃喃骂着 他看了石头下面一眼 不由倒吸一口凉气 叫道 快来看啊 工人们全部挤过这里看热闹 石头下面是空空的一个洞 因为洞口太小了 里面黑乎乎的连深浅都看不出来 大家纷纷猜测着下面是什么 有那姓子急的说猜什么 挖开看看不就知道了 于是立刻有五六条汉子开始动手绝 缺口越来越大 逐渐能够看清下面的东西 大家禁不住都疑了一声 在这千年古瓮城下 居然有一座坟墓 墓穴不大 四五平米见方 四周都砌着青砖 青砖上叼着鹿 鹤的图案 北的墓墙上 有一只硕大的太极阴阳鱼 一口褐色的棺果 孤零零地卧在墓穴中央 一张破旧不堪的黄纸贴在棺盖上 上面用朱砂画着谁也看不懂的符号 一股含义在人群中铺展 大家都停止了喧哗 朝后退去 恐惧的表情浮现在每一个人的脸上 有人率先跪下了 随后全都跪下了 偌大的工地上 只见一片黑压压的人聚在一起跪拜着 王铁跟火冒三丈地赶过来 嘴里大声骂着 用脚踢着那些工人 然而没有一个人站起来 尽管这几天挖出了不少骸骨 但是还是第一次挖出完整的坟墓 刨坟掘墓 在这些头脑简单的工人心中 是要招报应的 所以尽管王铁跟阮影兼施 仍然没有人愿意再继续挖下去了 都纷纷要求饶过这一段 王铁跟声嘶力竭地喊了半天 看看没有什么效果 把心一横 扑通一声就跳入了墓穴 用力去掀棺盖 在场的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地看着他 手才一接触棺盖 王铁跟就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这棺盖非金非木 表面非常粗糙 结构似乎很紧密 但是分量并不是很重 尤其那种弹性的手感 让人的心里痒酥酥的 他把手插到棺盖下面 稍稍用力往上抬 没有咯咯咯的声音 棺盖被无声无息地抬起 一股腐败的气息 冲到王铁跟的鼻子中 他打了一个喷嚏 使劲把棺盖向旁边挪 棺盖内的物体显现出来 一副骨骸躺在棺盖中 身形高瘦 身边放着一柄浮尘 一两只肥大的老鼠 咫咫尖叫着 从腐朽的棺盖溜走了 有什么好怕的 咱无产阶级 敢与天斗 与地斗 与人斗 难道还怕一个死了的反动 会盗门分子吗 王铁跟嘴里骂着 伸手指着墓穴上方的人群 又转过头来对海谷说 为了配合革命群众的 破四旧工作 我们要把你挪个地方 呸 真会气 他吐了一口唾沫在手上 据说唾沫也能辟邪的 他心里想着 弯腰去拢内腹骨骼 那骨骼似乎咧嘴笑了一下 王铁更以为自己眼花了 他眨了眨眼 突然看到在白僧僧的牙齿衬托下 那骷髅的嘴里 分明有一块暗红的东西 听说古时候的人死了 害怕尸体腐烂 就在嘴里叼一块宝石 难道这老到嘴里的就是 王铁跟心里一动 他用身体挡住别人的视线 假装去抱那骨骼 一只手却伸入骷髅口中 抠出了那块东西 东西才一到手里 王铁跟就知道不妙了 那东西根本没有保湿应有的 冰冷和坠瘦感 相反他还是温热湿润的 在自己的手里轻轻如冻着 好像他在甜 对 是甜 怎么这老到死了 折头还活着 这事情太古怪了 赶紧上去吧 这是王铁跟在这个世上的最后一个年头 墓穴上跪着的众人 只看到王铁跟的背影猛然一降 就爬在棺果上不动了 王铁跟的几个下属见识不妙 也顾不得忌讳了 先后挑进坑里 把他的身体抬上来 翻转看他的脸 那是一张已经完全干瘪的面孔 就在短短一瞬间 有一种神秘的力量 完全吸干了王铁跟的血肉 只留下一张宽敞地皮裹着他的骨骼 凹陷下去的眼眶中 两只眼珠看上去比以前大了许多 正失神地望着众人 人群大乱 惶恐不安地骚动着 不知谁喊了一声 招报应了 快把坑填上吧 众人纷纷操起手中的工具 朝坑中扬着土 没有很长时间 那个墓穴就被掩埋了 王铁跟的尸体被搬到工地旁边一个临时大的棚子里 派人回乡下去 通知他的家属 天色渐渐黑下来 众人怀着满心的恐惧都陆续回家 内心祈祷着千万不要招美运 在回家的路上 他们三三两两地讨论着今天的怪事 在他们心里 王铁跟是因为冒犯了死者而毙命的 自己并没有碰尸体或许不会有事的 但真正的噩梦才刚刚开始 夜幕降临的时候 被众人匆忙田上的墓穴 微微跳着 慢慢裂开 似乎有什么东西向破土而出 张永望在路口和同伴分手 一路思考着今天的事情回到了家里 他的老婆崔花正在厨房做饭 快乐地哼着歌 没有注意到他回来 张永望悄悄走到他身后 一把抱住他 手顺势就捂住了翠花丰满的胸脯 翠花被吓了一跳 牛脸看到是他 又急又气又羞 拿手里的锅铲狠狠敲了一下他的头说 这青天白日的 你发什么神经呢 哎 自己老婆也不让摸 难道让我去摸别人啊 借你两个狗胆 看你敢不敢 我倒是想 可惜东西都给了你了 干活都没精打采的 哪还有劲再去找别人 臭嘴 找打呀 翠花挥舞着锅铲 追打着张永望 突然看见放学回家七岁的儿子 脸一红 催促道 你们父子两个快去洗手 准备吃饭了 一家三口围坐在一张小园桌边 开始吃饭 张永望一边呼噜呼噜地吃着面 一边讲了下午发生的事情 把翠花和儿子都吓得不轻 房间里一片沉静 三个人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都觉得后脑勺直冒凉气 就在这时 灯突然灭了 翠花尖叫一声 叫什么叫 张永望不耐烦地说 店都送到北京去了 咱的店就不够用了 他在黑暗中摸索着 找到蜡烛并点燃 三个人的脸 在烛光下忽明忽暗 爸爸没有洗脸 儿子说 是吗 张永望扬起脸让翠花看 哪有脏呢 翠花仔细看了看 小孩子竟胡说八道 你爸爸脸上哪里脏了 儿子的小手直直 指着张永望的眉心说 这里黑乎乎的 翠花又仔细地看了看 轻轻打了儿子的头一下说 眼睛花了吧 根本没有 儿子都浓着 明明有嘛 就是有 好好 有 一会让你爸爸好好洗一洗 翠花对儿子说 今天停电 你就不要写作业了 省得把眼睛看坏 吃完饭早点睡吧 啊 他朝张永望丢了一个眼色 儿子很听话 吃完饭就上床睡了 翠花在厨房收拾碗筷 张永望仔细地洗了脸 刷了牙 洗脚 然后出门把水泼在门外 路过厨房的时候 朝里面吼了一声 快点 我洗完了 两口子躺在床上聊着闲话 看着房内另一张床上的儿子 等到他发出了均匀的呼吸 夫妻俩开始互相抚摸着对方 亲吻着彼此 最后张永望腾身而起 覆盖了翠花 翠花一只手紧紧搂着丈夫 一只手紧紧捂着自己的嘴 鼻腔中急促地喘着气 床板不堪重负 发出呲呲嘎嘎的声音 在空旷寂静的夜中 清晰无比 尚未睡熟的儿子被惊醒 迷迷邓邓地说 妈妈 有老鼠 两口子吓得一击铃 嘴话松开嘴上的手说 哪有啊 你快睡吧 沉默了一会 儿子翻了个身 哼哼地睡过去 两口子相视一笑 张永望又蠢蠢欲动 你听你听 儿子又喊道 张永望恼火地翻下身来 两只手抱在脑后 翠花意犹未尽地 扶在她胸膛上 手轻轻地触碰着 想要重新唤起她的欲望 然而张永望已经泄气了 扮上仍没有反应 翠花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把手从下面抽上来 抚摸着她的脸庞说 等你有钱了 咱们就换一张床板 床板 床板 张永望思考着 突然想到了什么 那个东西 也可以当床板啊 又大又平 而且是一整块的 那么多年都没有腐烂 一定也是好材料 她翻身下床 穿上衣服 叮嘱翠花说 我出去一下 你不要锁门 这么晚了 你干什么去呀 翠花从被窝中抬起身子 诧异地问 你不要问了 过一会你就知道了 张永望站在门口 回头向翠花笑了一下 茫茫的月色下 翠花突然发现 张永望的眉间 真的有一片漆黑 张永望趁着夜色的掩护 悄悄来到了黑漆漆的工地 只有停尸棚 吊着一盏马灯 在夜幕中投射下一片清冷的昏黄光芒 张永望尽量饶着那棚子走 不想让别人看到 他一边扭着头看着棚子 一边加快脚步 却突然撞在了一个人身上 心一下悬到嗓子眼 一个老头冷冷看着他 脸干瘪得好像白天刚死去的王铁根 张永望忍住狂挑的心 清了清喉咙 同对方搭讪 还没睡呀 老头上下打量着他 你来干什么 我就是睡不着 出来转转 有什么好转的 一片废墟 快回家睡觉吧 子午之交 正是鬼门大开的时候 小心丢了你的婚 老头说完 转身向棚子走去 身影在地上 拖着一道长长的气凉 张永望嘴里答应着 脚却没有挪动 他一直目送着老头走远 又回到了停尸棚 急忙紧走了几步 来到白天挖出坟墓的地方 从旁边地上捡起一把铁锹 借着远远的灯光 在记忆中的方位开始挖掘 白天大家掩埋的时候 并没有彩石 土很松 很快 棺果重新露出了地面 张永望跳下去 使劲抽下棺盖 他探头向地面上张望 没有一个人 借着夜色的掩护 他背着棺盖 捏手捏脚地走 尽量不发出很大的声音 突然听到老头在后面呼喊 张永望着急之下 也顾不得许多了 迈开长腿就逃离了工地 和张永望分手以后 老头回到了停尸棚 昏黄的灯光下 王铁根的尸体 僵硬地躺在那里 旁边地上放着指挥部 给他的一瓶烧酒 一小袋花生米 老头叫习庆锋 是附近的一个老光棍 依照当地风俗 死去的人前七夜是要活人手的 可是王铁跟家离县城太远了 家人一时还赶不过来 剩下的人你推我推的 谁也不愿意干这事情 没办法 指挥部给了老头几块钱 让他晚上守着 人穷之短 马寿茅长 本来老头也不愿意干 但是看在几块钱的份上 他还是答应了下来 老头坐在地上 伸手抓起酒瓶 就着瓶口灌了一口酒 又拈起几粒 花生米嚼着 自得其乐 他伸手去抓花生米 却在塑料袋中 抓到一样奇怪的东西 老头一脸疑惑地 放到眼前观察 是一块暗红色的东西 大小就好像一个馒头 但是没有馒头的那种软和劲 使劲捏一捏 到好像是一块肉的那种韧性 老头放在鼻子上嗅嗅 没有怪味 但是也嗅不出是什么肉 哎 工地上的这些大师傅 能做出什么好东西来 糟蹋了这块肉了 老头想着 使劲咬了一口 那肉好像风干的腊肉一般 难以嚼烂 别说 味道还真不错 如果能把调料的味道都煮进去 那就更好吃了 老头想着 看那肉的断面时 不禁吓了一跳 那肉外面是暗红的 里面却白生生的 好像一块豆腐一样 完全没有肉类应有的那种动物纤维和纵横经络 难道是一块炸豆腐 不会啊 炸豆腐不应该有这么硬啊 老头心中私存着 眼光落在了躺在那的尸体上面 又想起了今天发生的事情 他在低头仔细地看那块肉 一个古老的传说突然窜上他的脑海 他恐惧地睁大眼睛 那块肉从他的手里掉到了地上 他弯下腰 伸出右手去抠自己的嗓子眼 想要呕吐出刚才吃下去的东西 已经太晚了 老头的腹部迅速膨胀 似乎里面有什么东西在生长 肚子像一颗球一样撑起 老头已经无法弯下腰去 他疯狂地扯开自己的衣巾 那高高隆起的肚皮 皮肤被胀得几乎透明 隐于能看到腹腔内的器官 补的一声 老头的肚皮爆裂了 内脏像波浪般一一涌出体外 拖了一地 老头难以置信地 看着挂在体外的内脏 嚎叫了起来 当时 这张勇望偷到了棺盖 正在鬼鬼祟祟离开工地的时候 听到了这些声音 如果他那时仔细听一听 就会意识到老头并不是在喊他 假如他还能跑过去看一看 发生了什么问题 以后的事情发展 或许就不会那样惨烈 至少他自己不一定会死 张勇望背着棺盖 一溜小跑进了自家的院门 反身关上门 轻手轻脚地进了房门 翠花还没有睡 看到他背着的板 惊讶地问 这是什么 哪里来的 下来下来 张勇望顾不得回答 急急催促着翠花下床 两口子把铁架床上的被褥都搬下来 床板也卸下来 忙着把这块板放上去 板比原来的床长一点 幸好床是可调节长度的那种 等到重新铺好被褥 两口子躺到一起的时候 张勇望才告诉翠花这把的来历 翠花一听就坐了起来 惊恐地说 怎么 你把这么不吉利的东西搬回来了 快搬回去吧 我可不敢睡这东西 张勇望伸手揽住妻子的肩膀 把他搬回自己的怀里 双手抚摸着他的背说 没事的 不就是埋在地下几年吗 刚才我要不说 你能知道吗 附近好多人家没床 孩子不就在爷爷奶奶 预备的棺材上睡吗 好多人的粮食还在里面放呢 翠花用力扭着身子说 不行 你快放回去吧 今天王铁根就在那死的 这东西有邪气呢 怕什么 没事的 要有事 我在回的路上 怎么没死啊 看到翠花不依不饶的样子 张勇望眼珠一转又说 再说买一块好床板 要好几块钱呢 等咱有了钱 买回床板来 我就把它扔走好不好 一说到钱 翠花沉没了 是啊 在这人慌马乱的时代 想要攒这么多钱买床板 光是想一想都很奢侈 能有一块好一点的板 夫妻两个睡觉的时候 不要惊动儿子就不错了 附近的一家子 夫妻两个办事的时候 怕孩子听见 给孩子为了安眠药 结果生生把一个孩子 给灌成了痴呆 张勇望见妻子不说话了 直到他心动了 有了床板 两人就开始安心办事 一直活塞运动了好一会 才掩齐息骨 沉沉睡去 睡到半夜 张勇望忽然醒了 感觉有点不太对劲 翠花的两条腿 在他的腰后紧紧盘着 而刚才骂撒他腿的 和挠他脚心的 却是另外两条腿 在暗夜中 泛出白森森的光芒 这是谁的腿 张勇望一惊之下 热情顿时消灭 他跪起身 顺着那两条腿看过去 这才看清 那不是两条腿 而是两条血白的物体 是什么呢 张勇望伸手想去摸一下 那物体陡然站立了起来 就好像一个没有上半身的人一样 立在床上 翠花从余月中醒来 睁开眼看到这幅景象 啊的一声就喊了出来 张勇望这时 才依稀看清 那两条物体 竟然是从床板里钻出来的 他再次伸手 想去抓那东西 一瞬间 无数条血白的条状物 从床板中钻出 像千万条绳索一样 在空中挥舞 然后就紧紧缠绕住 刚才还幸福万分的夫妻俩 收紧再收紧 两个人被勒得眼突舌肠 满脸都是凸起的青筋 身体的骨节 发出咔咔的断裂声 那东西越来越多 一层层将两个人 缠得水泄不通 迅速淹没了两个人 恐慌的脸和惊呼的嘴 张勇望的儿子 被喊声惊醒 怯怯地叫道 妈妈 妈妈 爸爸 爸爸 听不到人回答 那孩子就呜呜地哭了起来 心里的恐惧 比瘟疫蔓延的速度还要快 几乎所有的人都在醒来的一瞬间 嗅出城里那弥天盖地 慌乱的气息 一昼夜间 四个活生生的人都不明不白地死去了 没有人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 王铁根死的时候 有数百人亲眼目睹他死去 似乎还能相互分担一点恐惧 然而停尸旁的老头和张勇望夫妻的神秘死亡 却加深了人们对整个事件的害怕 王铁根的尸体已经极为恐怖 然而相比较晚上死去的三个人 简直可以说是幸运的了 毕竟他还是个全尸 所有看到老头尸体的人都忍不住捂住自己的嘴 老头的腹部好像被人用一把边缘锋利的大勺挖出一样 内脏铺满了地面 甚至能看到一节节脊椎 而张勇望夫妻像一堆被绞碎的肉线一样摊在床上 全身除了头骨比较完整以外 其余已经完全断裂成节节碎骨 胎尸体的人根本无法下手 也不敢将他们两个分开 怕他们完全散架了 最后只能用褥子一多 几个人扛着走 出门的时候有个人被门框绊了一下 从褥子脚滚下一颗眼珠 胆子比较小的一个 当时腿一软就瘫在地上 现在还说不出话来 没有人愿意上宫 宫地上空荡荡的 临时搭建的停尸棚里 刘建军蹲在三堆尸体旁边 仔细观察着 他是县城公安局的一名警察 今天早晨接到命令出现场 因为现场的惨不忍睹 没有人愿意进前去看 现场保护得很好 但是整个现场 找不到一丝一毫犯罪的痕迹 老头的身边 除了已经死去的王铁根 就在没有任何生命存在的迹象 如果不是因为他的死状太过离奇 早就定性为自杀了 张勇望夫妻的死 一看就非人力所能做到 谁能把两个大货人 好像拧床单一样折腾 对这种怪异的事件 警察也无能为力 他们匆匆采样 摄像 勘察 笔录 取证完毕后 就离去了 而刘建军 平时就不是一个纯粹的唯物主义者 出于好奇他依然留在这里观察 尽力想思索出事件的真相 刘建军轻轻揭起老头身上的果实布 尽管已经看了许多遍了 他仍然下意识地皱了皱眉 将近十年的警察生涯 他见过数百次的凶杀场面 然而没有一次如此令人站立 除了腹部 老头的全身都完好无损 而腹部的那个窗口 成具星状 就好像是老头吞下去一颗手榴弹 在腹枪爆炸造成似的 可是谁会把一颗手榴弹吞下去呢 这样的自杀方式太令人匪夷所思了 他摇了摇头 眼光落在老头的嘴上想 就算是用这种办法 他也吞不下去呀 就在这时 老头的嘴中有一道白光一闪而过 刘建军凑上前去 半跪在老头身边 摸出手套袋上 同时从工具包中取出一只小镊子 他平静了一下心情 一只手搬开老头的嘴 另一只手把镊子伸进老头的嘴里 万分谨慎地把那块反光的东西夹了出来 是一粒大米 从棚顶露下斑驳的阳光照耀下 他发出乳白色的光芒 刘建军苦笑了一下 用手把那粒米揉了揉 真是神经过敏了 一粒米有什么奇怪的 他甩手把那粒米抛掉 脑中忽然灵光一闪而过 等他在想抓住的时候 已经消失不见了 刘建军努力回忆了几分钟 仍然没有结果 看看天色已晚 他用不重新给尸体扇上 走回了家里 他的老婆秀珍 是棉房厂的工人 早就下班回到家 把饭做好了 看到他回来 招呼着他洗手 脱衣服 吃饭 刘建军在桌边坐下 看看桌上的饭菜 一碟花生米 一盘小葱拌豆腐 一盘炒鸡蛋 一小碟子咸菜 在饭盒里 还放着老婆刚刚烙好的饼 锅里熬着小米稀饭 他们的女儿在外面闹革命 现在还没有回家 两口子也不等他了 就着菜 吃着烙饼 谈着一些生活上的小事情 老婆说了 哎 建军 这眼看着就快过年了 你们单位给不给发米票啊 这才到秋天 你就想过年了 你着什么急呀 我不是着急 我今天路过知青门事部 看到门口写着 这两天的东北米很便宜 我说你要是有米票 咱们就趁便宜囤一点 省得到的年关头上涨价 还不一定能买上 买米干什么 咱山西人一般都不吃米 小米稀饭 白面馒头 那才是正经吃货 米饭又不顶饱 刘建军大口大口地嚼着烙饼 香得直扒大嘴 那逢年过节的时候 来个亲戚朋友 总要招待人家一顿米饭的呀 老婆埋怨地说 是啊 可这离过年还有小半年呢 你买上你又不吃 不怕放坏了 刘建军说到这里 眼光突然凝滞了 他抬头看着老婆说 我刚才说什么来着 老婆惊讶地看着他 你说离过年还有小半年呢 怕买上米放坏了 不是这一句 是前面那句 前面那句 老婆尽力回忆着 哦 你说咱山西人一般都不吃米 小米稀饭 白面馒头 对 就是这一句 刘建军放下手中的碗筷 起身去穿衣服 完全没有理会 老婆在身后诧异的结问 他拉开门走了出去 休息三秒 喝口水 马上回来 三 二 一 我回来了 喜欢我故事的听友 可以点赞视频 以及订阅我的油管频道 搜索燃烧的故事 您的支持 是我日更的最大动力 回道姑市里 刘建军急急走向停尸棚 那里有四具尸体在等待着他 山西人历来是吃面式的居多 变招法地吃 只有逢年过节的时候 有特别重要的客人来到 才会蒸一锅米饭吃 那老头又穷又孤 怎么会有人给他吃米呢 再说 白天查看现场的时候 他也看过现场的遗留物 那老头胃内的食物残留物中 绝对没有一粒米 这也就是 他看到那粒米时 会产生奇怪感觉的原因 或许从那粒米 能查到老头死亡的真正原因吧 刘建军边走边想 远远已经能望到工地上的停尸棚 黑曲曲的 像一头怪兽蹲在那里 等待着吞噬送上门来的猎物 刘建军向旧近的人家里 借了一把手电筒 一步步走了进去 他努力回忆着 今天把那粒米抛向哪里 在印象中的区域 仔细搜索着 查看着 当那粒米在光线照射下出现的时候 他松了一口气 如获至宝地 把它放入随身携带的证物塑料袋 然后拧灭手电 光线消失的一瞬 他觉得那粒米 似乎也亮了一下 也许是视线残留吧 他想着 转身准备离去 一个人太聪明 从来都不是什么好事情 刘建军已经出了棚子 朝家里走去 这时 不知哪一根神经一动 他突然想到了 张勇望夫妻神秘的死亡 二起案子 有这样多的相似之处 或许是同一个凶手所为 也许在张勇望夫妻的尸体上 也有残留的线索 这样想着 他转身返回棚内 揭开张勇望夫妻身上的裹尸布 用手电在一堆肉上仔细搜寻着 头上没有任何可疑的印记 嘴里 鼻孔中 耳洞里 脖相 肩窝 胸膛 腹部 骨盆 骨弓 膝弯 小腿 直到脚心 都没有任何可疑的痕迹 刘建军不死心 他又仔细地查看那些隐蔽的角落 脚趾缝中 腹骨勾中 不起眼内 夜窝下 发丝内 耳阔内 还有 哪里呢 翠花的指甲很短 只有大拇指的稍稍长一点 就在他右手的大拇指缝中 有微小的白色碎屑 刘建军赶紧看左手的大拇指 果然不出所料 在指缝中也有同样的白色碎屑 那一定是翠花在临死前 死死抓住对方留下的痕迹 刘建军急忙取出小刮板 张开证物塑料袋 把那些碎屑慢慢挂到袋中 他的神经是如此紧张 甚至幻听到有人吃的一声轻笑 他惊慌地站起身来 用手电在黑暗的停尸棚中扫尸 没有人 是的 没有人 他将塑料证物袋揣入怀中 将尸体上的布全部盖上 然后匆匆离去 回到家中 老婆已经睡着了 他轻手轻脚地洗漱完毕 将衣服脱掉 挂在床前的椅子背上 随后就上床睡觉了 夜内仰黑 万籁俱寂 刘建军和老婆两个人 在床上发出均匀的鼻汗声 完全没有听到 自己家的房门 发出的细微的滋滋压压的声音 门一点点被推开 一个黑影裹着秋叶的雾气 悄无声息地走了进来 在那样的黑暗中 仍然能看到一双炯炯的毛子 黑影犹豫了一下 然后一步一步地走向二人窗的方向 啪啦 桌子上的杯子被黑影扫中 从桌面一溜滚下 杯中的水四处飞尖地泼出来 刘建军从梦中惊醒 他迅速从枕底摸出手枪 一个逾越翻到墙角 准确地拉着了灯 同时将枪口对准了那个黑影 他的女儿目瞪口呆地立在地中间 惊愕地看着黑洞洞的枪口 刘建军沮丧地放下枪 他的这个宝贝女儿 从来都让他头疼不已 每天跟着造反派在外面闹革命 很长时间都不回一次架 他尽量放轻松口吻 今天怎么回来了 话一出口 他就后悔了 怎么还是挑战的口吻 果然女儿看了他一眼 也火药味十足地说 我愿意回来就回来 你要是不想我回来 我就到司令部去睡 已经醒了的老婆 连忙披了件衣服 出来打圆场 晚了 别吵了 你吃过饭了吗 他关切地问女儿 刘建军狠狠地瞪着女儿 最终无奈地摇摇头 他慢慢向床边走过去 路过女儿身边时 闻到一股烟草的味道 心中的愤怒再也压不住 他甩手朝女儿的脸上 就是一巴掌 才多大就学抽烟了 你还是个女孩子呀 女儿被打得一愣 又听到他骂 眼睛当时就红了 双手紧紧捂着脸 眼光愁视地望着自己的父亲 妈妈毕竟心疼女儿 抢上前将女儿一把抱住 数落着刘建军 哎呀 怎么下得了手啊 自己的女儿 你就真舍得了 他嗅了嗅空气又说 女儿你也真是的 你怎么就学会抽烟了 我没抽 委屈的女儿 仗着红红的脸 大喊一声 你还敢胡说 刘建军 装腔作势地向前走 老婆连忙将她拦住 那边的女儿这时完全哭了起来 一边哭一边说 你打呀 你打呀 我就是没抽 一家三口在屋中就开始纠缠起来 女儿的倔强 已经让刘建军火冒三丈了 老婆又一直拦着她 女儿好像更加有识无恐了 刘建军心中暗暗想 今天一定得好好教训教训她 但是老婆埋着头紧紧抱着她 好像一块东西一样 沉沉地坠在她的身上 刘建军用尽胳膊上的力气 使劲将老婆向旁边一推 老婆被远远抛开 像一袋面粉一样 软绵绵地瘫倒在地上 一动不动 刘建军和女儿大吃一惊 停止了争斗 双双抢上前去 伸手将她扶了起来 老婆的脸上肌肉奇怪地扭曲着 早已死去了 刘建军感觉她的身体 在自己的手中越来越僵硬 忍不住悲痛欲绝 她猛抬头想责骂自己的女儿 却发现女儿蹲在那里 一动不动 脸上的肌肉和她妈妈一样地扭曲 似乎她在忍受着极大的痛苦 但是却没有办法说出来 刘建军大吃一惊 她放下老婆的尸体 伸手抓住女儿 透过女儿的身体 她感觉到女儿身体里的血液 在快速膨胀 好像波涛一样在女儿体内汹涌 她搬起女儿的头 女儿的眼睛里露出的绝望神情 让父亲心如刀割 她身体颤抖着 觉得自己体内的血液 好像沸腾了一半 她闻到那股烟味越来越浓 充满了房间的每个角落 放开已经死去的女儿 刘建军环视着房间 她的脖相越来越迟钝 她想转身却悲哀地发现 自己的身体也在逐渐僵硬 她全身的血液在血管中奔流 速度快得难以置信 她头痛于裂 然而她的舌头 和她身体的其他肌肉一样 不听使唤 最后 血液冲破全身各处的血管壁 扑向她的肌肉 那一瞬间 那种令人生不如死的压力消失了 刘建军就在这瞬间的轻松中 丧失了意识 在身体失去重心倒下的时候 她看到那被水破湿的衣服 冒着屡屡紫烟 上万人聚集在宫地周围 看着刘建军一家三口的尸体 被抬进停尸旁 那狭小的旁子 原来只是为王铁跟一个人搭建的 现在看来却拥挤不堪 或许她还会继续拥挤下去 又是一个昼夜 又是三条活生生的性命 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以后呢 接下来又会是谁 三个人 也是同样离奇地死亡 没有任何痕迹地留下来 除了那满身粉红色的石斑 扭曲的脸孔 和僵硬如铁的躯体 每一个看过尸体的人心里都明白 这是中毒了 然而公安侦察员搜遍了整个现场 也没有找到可能制毒的物体 人们沉默地想着脸色和天空一样的阴沉 难道真是上天的报应 将目光投向阴霾的天际 斜斜的雨丝飘到脸上 休记得第一场雨来临了 绵绵的秋雨直下了一夜 因为施工而铺满灰尘的道路 被洗刷一心 四处弥漫的尘埃也被吸附 空气前所未有的清新 早晨醒来的时候 大家打开窗 在公园里散步 贪婪地呼吸着新鲜纯净的空气 暂时忘记了前几天的恐惧 小梅蹦蹦跳跳地走在街上 手里提着一个空饭盒 她刚刚给她的爸爸 一个社会科学研究者去送过饭 她的爸爸 因为被造反派戴上牛鬼蛇神的帽子 现在正被关在牛棚里接受改造 因为近日的古怪事件 今天没有上工地施工 托人给家里带话 让给送点吃的 妈妈已经和爸爸划清界限了 只有爷爷在家 勉强做了一点戏面 让她送去 牛棚就在工地的另一面 小梅来的时候 街上人还很少 她绕过工地去的牛棚 现在街上的人逐渐多了起来 小梅觉得有一点压抑 她犹豫着看待充满邪恶的工地 最后还是决定超进步 小梅踏上阴森森的工地 她低着头 沿着成员一路小跑 突然 她看到了什么 脚步慢慢停顿了下来 每当下过雨后 一些朽木 或者特别杂乱的垃圾上面就会出现 形态好像蘑菇 但是要比蘑菇大好多 是一块一块的 当地人叫做地蘑菇 是可以食用的 小梅看着地上的地蘑菇 想起原来爸爸在家的时候 雨后领她去郊外采地蘑菇的情景 但是妈妈还在 父女二人在山坡上快乐地喧哗着 把采好的地蘑菇 一团一团地放进篮子里 带回家 妈妈把它洗净以后 就下除烹炒 然后全家人聚在一起 欢快地享受着 而现在这样的情景 已经是一种痛苦的回忆了 小梅的眼睛里已经蓄满了泪 她抽叶着蹲下身 和以前一样的双手抛起一团地蘑菇 她的心里想 爸爸关在牛棚里 家里也没有什么好吃的 就把这东西捡一点回去炒一下 也算给爸爸一点好吃的吧 这样想着 她把饭盒盖打开 很快地踩了一饭盒 大街上行走的人群 也很快发现了成员下 连绵四野的地蘑菇 等到小梅起身回家的时候 已经有好多人和她一样在采摘着 小梅满怀欣喜地跑回家里 推开房门 脆声声地叫道 爷爷 我回来了 72岁的爷爷 从屋里蹒跚地出来 怎么样 你爸爸还好吧 好着呢 爷爷 她还说 让您不要担心呢 小梅放下手中的饭盒 将盖子揭开 骄傲地扭过脸向爷爷说 爷爷 你看 爷爷走近几步 仔细看了看饭盒里的东西说 哦 地蘑菇 对对对 昨晚下雨了 好啊 等我一会把它做好 你就给你爸爸再送一点过去 她伸手拈起一团地蘑菇 放在眼前仔细看着 多少年了 我还没有见过这么肥嫩的地蘑菇啊 世道乱 事情就邪呀 老人自言自语着 把整饭盒的地蘑菇倒进盆里 冲上水去洗 小梅独自一个人待在门口玩 许多人已经采完的正赶回家 还有许多人正匆匆地赶过去摇采 爷爷将洗过的地蘑菇逐个甩干 将炉火捅忘 锅架在火上 伸手提起油壶才发现 油壶里的油已经没有了 老人为难地摇摇头 他将水注入锅内 在锅上放了一个蒸笼架子 然后将成团的地蘑菇手 四成均匀大小的块 放在蒸笼架子上盖好锅盖 他斜矣在炉上 一只手肘撑着身体 毕竟年龄大了 在温暖的炉火旁 不知不觉就打起了盹 迷迷糊糊中 爷爷听到锅里的水滚了 哗啦啦地响个不停 他睁开眼 看到锅盖被蒸起顶的跳动不已 发出嘶嘶的尖叫 千万不要蒸得太老了呀 那样就不好吃了 爷爷想着 从水喉里接了一条水 解开锅盖 想朝锅里添一点水 在此之前 在此之时 在此之后 在城中的许多人家里 或许烹调方法稍有区别 但是他们最终都遭遇了 这令人发指的一幕 锅益揭开 跃进万千世事 历经人间沧桑的老人 惊讶地睁圆了浑浊的双眼 雾气阴晕中 那些成快的地蘑菇 似乎被赋予了生命一般 在蒸笼架子上来回跳动着 好像一群青蛙一样 身体中发出叽叽嘎嘎的声音 雾气散开以后 这一群跳动的物体 默然停了下来 整齐地排着队伍 向着老人扬起头来 他们不仅扬起过头来 而且那头上还有一只眼睛 直勾勾地望着老人 在那眼中 看不到一丝生命的光彩 只有仇恨 残暴和血腥 猛然间 那些物体先后纵起 扑向惊呆了的老人 他们的身体 带着着人的热气 接触到哪里 就钻向哪里 迅速没入老人的躯体 在他的体内 肆无忌惮的窜行 速度快地令人难以想象 最后随心所欲地 爆出体内 老人的鲜血和碎肉 如烟花般 在体表各处绽放 升腾又落下 洒满了整个屋子 身体内的活力 也随之一出 扑通一声倒在地上 那些血淋淋的物体 钻出躯体后 尖笑着落在地上 消失了 刚刚回屋的小梅 看着地上面目全非 肢体凌乱 不可辨认的爷爷 放声大哭起来 这次惨剧 在《位于县制》上 是这样记载的 公元1968年秋 因翻修位于城墙 防御措施不当 导致尸毒流于地面 瘟疫蔓延全城 仅三天时间 死亡人数几达万人以上 但是 对于这件事情 就连记忆力最差的老人 也在事后 清清楚楚地说 万人 别听他们瞎说了 十几万人的城市 死了一半 连续几天 那些东西在城市的 各个角落里隐藏着 随时随地 就穿过人的身体 他们在任何时候 都可能出现 在任何地点 都有他们袭击后 留下的尸体 我们躲在哪里都不安全 每天提心吊打地活着 想要离开这个地方 可是凡是走出 县城范围的 最后都是 被车拉回来的尸体 尸毒 瘟疫 才不是呢 他们就是鬼欲来的妖魔 政府把能想的招全用过了 那些东西 还是只多不少 谁也不知道 他们到底是什么 从哪里来 什么时候会走 最猖狂的时候 他们就排着队 在街上呼啸而过 发出刺耳的笑声 无所顾忌地穿墙入地 要不是后来有林教授 这位于成早就被灭了 林教授 就是小梅的父亲 一个专业研究 社会科学的学者 林教授 到底是怎么消灭 这个妖魔的呢 下集 给大家分解 好了 听友们 这篇故事到此结束 敬请期待 下一篇更精彩